大家好,我是老何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麒麟的一番榨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一款限定 樱花限定 榨一看,我还以为是通过樱花来增味的啤酒 但其实不是 每年麒麟都会出几款限定的啤酒 其中樱花因为是在春季有樱花 所以这个应该叫春季限定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秋季限定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它的原料,水、大麦麦芽、啤酒花 原麦之浓度11度,酒精度5度 来吧,今天来尝尝这款樱花的限定 这也是生皮,没有经过热处理的 然后它的保质期只有8个月 基本上每年在不同的季节 都能喝到麒麟的限定款 但是基本上到我们手里 都是夏天喝春天的 然后秋天喝夏天的 其实真的是在工业拉格里头吧 麒麟还是可以喝的啤酒 透亮的这种琥珀色的酒体 闻起来的麦香味很浓郁 泡沫也就这样吧 这就是拉格的一个特征 冰镇的温度大概在4度左右 然后入口的那种畅爽度特别的高 沙口感很强烈 没有苦味 因为可能我冰镇的温度比较低的原因 它的苦度没有那么明显 在后味当中呢 会有酸色感上来 这个 有点点发色的味道 然后整体的异引度还是比较高的 第二口会感觉到麦香会浓郁一点 然后再次的回味的话 就是苦味上来的一点点 整体的感觉还是偏畅爽 然后异引度很高 沙口感也比较强烈一点 后味当中的第二口比第一口 稍微要苦一点 就没有那个酸色感了 还行 不错 但是比起这个超方裙来说 还是我觉得超方裙可能更好一点 虽然超方裙确实 酒精度和麦之浓度也稍微高一点 确实它使用的麦之浓度啊 就是大麦芽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后边有一点点色 这个瓶子的外观还是挺好看的啊 就是这种樱花的 可以 每年在不同季节能够 就是尝一尝麒麟的这种线命馆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行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